韩国乐坛一年一度的2018Solibada最佳音乐大奖 简称2018SOBA颁奖礼 8月30日在首尔举行 几乎所有当红的韩国歌手及组合都有现身撑场 当中包括WarnerOne Mama Moo NCT 127 脸红的思春七 TWICE NewSW Momoland MonsterX AOA Red Velvet 当然还有最为大事的防弹少年团 而以上11组歌手组合也顺利夺得本年度的本赏 而女团Red Velvet跟男团MonsterX夺得了一人赏 男女子人性赏就分别由WarnerOne及Mama Moo夺得 大事女团TWICE夺得数字大赏 而防弹少年团除了夺得最大的奖项 大赏之外 还获得一个世界社交艺人奖 成为当晚的大赢家 当晚的得奖者可以说他们代表着当今寒流音乐的中间力量 唯一的例外是人气男团Exo跟女团Blackpink都没有出席颁奖礼 Exo倒是夺得了一个网络人气奖 并且透过VCR发表得奖感受 但Blackpink就连一个奖都没有 而跟Blackpink同属YG娱乐的男团 Warner跟Icon也都同一命运 不用多说 肯定是YG跟主办方又谈崩了 而相比起YG一贯的一意孤行 三大社的领头羊 Exo Web Velvet跟NCT127的所属社SM娱乐 算是给足了面子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